Hola Como esta 今天要帶給各位的來賓 是人在西班牙的 Honkoo H-da 我的媽還在德國啊兄弟 我根本還沒去西班牙喔 這部片上的時候 你人就已經在西班牙了嘛 我只是先預測一下你的未來嘛 對不對 那既然你都提到西班牙了 在這邊打個廣告好不好 Shout out我們這個 共同好友Henry 幫我們牽線到這個 所以我會去西班牙拍一些 特別環球性化 等推出的時候拜託要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好不好 那今天找H-da來呢 一樣是要帶給各位 新賽季的獎項預測 那今天要來聊的這個獎項 就是 Most improved player 那一樣 我們是要用Ozshark 所提供的數據 來進行討論 那首先 我怎麼又看到一個 上一集已經出現過的名字啊 你說我搬壓嘛 可是 你要壓寶好像壓他也沒錯 欸為什麼他又是排名第一啊 我真的不是斑馬黑 但是這兩個獎項 都是他遙遙領先所有對手 是不是有點誇張了 我覺得MIP的部分 還好 因為你今天有Chris Paul來 把搜寒跟Trey Jones升級成Chris Paul 哇我覺得斑馬的數據 會爆炸性的成長 應該是板上叮叮的事情 那在開始前我想要先問H-da 如果二選一的話 你看好斑馬拿DPOY還是MIP DPOY吧 我覺得DPOY是一個很吃印象的數據 那當然也許就像我上一集講到的 瑪士的團隊防守不會太好 可是我相信以斑馬明年賽季的體能和實力 他一定會繳出很多很扯淡什麼 單季的火鍋紀錄啊 或者什麼單場的火鍋紀錄之類的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以他的能力 明年一定有機會繳出這種數據 那當你刷出這種誇張到不行的數據的時候 得獎的機率就高很多了 但是你說MIP 其實他去年表現就不錯了 你要他進步到哪裡去 除非他今天突然來個什麼 總軍30分15籃板之類 但我們都知道不太可能 當然他還是很有可能拿MIP 可是如果他沒有這麼大幅度的數據進步的話 我認為他拿MIP的機率是比DPOY再低一點點 MIP應該還有很多人 就叫你殘酷惡選一在那邊打那麼多利防針 你以為我跟你一樣是不是 我一開始就講了DPOY 我哪像你啊 每次都在那邊講一大堆理由 然後最後什麼東西都不給 然後再說別人兩邊壓倒 我跟你講 觀眾都已經看清你的套路了啦 OK那講回我對斑馬的看法 就是針對DPOY跟MIP的部分 我認為他拿MIP的機率 大於他拿DPOY的機率 為什麼 這邊跟各位分析一下 因為DPOY 洪庫你自己都說了嘛 要拿這個獎項的前提是什麼 你的團隊防守要好嘛 那麼我們兩個一致都不看好 馬次隊明年的團隊防守 所以光就是這一點 我認為他的機率就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高 那講回MIP的部分 為什麼我會認為他拿MIP的機率非常高 原因就是我們之前在節目上也有聊過的啊 我們兩個一致看好 斑馬明年會進入這個 Top10等級的球員討論 那如果是這樣 以他目前在聯盟所繳住的表現 如果他能夠直接提升到Top10 沒有理由他不拿MIP啊 當然他兩個都拿也不是沒有可能 對不對 這邊還是稍微的要兩邊壓寶一下 但是二選一的話 我是選爆MIP的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OK那H大 除了斑馬以外 你還看好誰拿下明年的這個MIP呢 你等一下 我打電話問一下Eric 到底Komingas把那個中距離練出來了沒 他說練出來了 喔練出來了嗎 包括這個後仰跳投的部分嗎 打電話跟Eric學人過 他說球都練出來了 所以我這邊壓寶Kominga好不好 今年Klay Thompson都走了 這些空出來的球權 沒道理Kominga不能拿下來吧 還有誰 欸難道球權要給Buddy Hilt 跟DFN沒有疼嗎 還是李凱爾 不可能吧 科學家總該要把球權 給到我們的Kominga了吧 那當這些出手權 給到Kominga的時候 數據是不是就刷出來了 我本來針對你選擇 Jonathan Komingas這邊 我還稍微有一點質疑 我已經準備火力全開了 但是既然你都說了 他練出中距離 那我覺得就沒什麼好講的啊 不是我說的 是Eric說的 既然你都已經問過了 我們中文小學堂的Winner Eric對不對 你已經就是確認過了 那麼我認為這個是絕對沒問題的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Jonathan Kominga 一直以來他的爆發力 他的那個第一步 雖然可能沒有我當年在沙省的那麼強 但是在NBA也算是蠻頂的 蛤 我拉到 你繼續 那再來我這邊的話啦 我其實蠻看好 我家少主的隊友 Jalen Johnson 去年是他破繭而出的第一年 那麼隨著老鷹隊交易掉的Jonathan Murray之後 很明顯老鷹隊這邊 會需要一個第二得分點嘛 那這個時候 Jalen Johnson是不是能夠跳出來 扛下這個責任呢 我認為他是可以的 來個場均20分21分 搭配他在防守端的表現 我認為Jalen Johnson就很有機會 可以去挑戰這個MIP 更不用說喔 我家少主今年有沒有可能被交易 因為近幾年關於他的交易傳言 幾乎是每一年都會出現的 如果Trey Young在這個賽季 交易截止之前被交易掉 那麼我告訴你 Jalen Johnson拿MIP的這個Ords 直接會標到第一名喔 我看好他拿MIP 甚至是高於Victor Wambanyama的喔 我自己不太看好Jalen Johnson 因為我覺得就像你講的 他上個賽季已經破檢而出了 那他這個賽季 你要說再破檢而出第二次 可是破檢而出這個成語 只能用一次啊 就是沒有人再破檢而出 然後又破檢而出的嘛 你都已經把那個檢打破了 總不可能再把那個檢包回來 然後再打破一次吧 這個東西是不成立的嘛 所以當他沒有一個 讓人很印象深刻的進步的時候 我認為就削弱了他拿獎的這個可能性 那我講回我的論點嘛 為什麼我覺得他會有這個第二次破檢而出的機會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The Jonathan Murray被交易掉啦 去年他的破檢而出 是建立在他是球隊的第三得分點 那今年他很有機會 站穩這個二把手的角色啊 那雖然說老英隊這邊的防守一直以來都是偏弱的 可是我認為他們的進攻火力 是值得拿出來做討論的 那這部分 Jalen Johnson如果能夠補上去 成為他們的第二得分點 那他要場均21分22分 我覺得是輕而易舉的事啊 我的認知是他明年會有機會 成為所謂的這個Borderline All-Star 我不敢說他會入選全明星 但是以他現在的能力 如果晉升到Borderline All-Star的討論範圍 那麼我認為他就很有可能拿這個MIP 當然這中間還有許多的考量 包括戰績的部分嘛對不對 包括他們會不會交易Trey Young的部分 但是我認為Jalen Johnson 會是明年能夠挑戰MIP的黑馬球員之一 但你要說刷出這個Borderline All-Star 我反而覺得藍網的Kem Thomas更有機會 因為老英明年的戰績 我猜是附加賽 那基本上附加賽球隊 只會有一個明星賽的名字 那那個名額一定是給Trey Young 可是我現在要提的這個球員就不一樣了 我覺得Kem Thomas 應該要被列入這個MIP的討論 理由很簡單 因為明年的藍網爛到不行 球一定是在Kem Thomas手上 Kem Johnson是一個很好的球員 但他就是一個接應得分點 他不會是主要持久點 今天藍網隊一定是把球給Thomas 幹好幹滿 那他有沒有可能刷出比如說 當年Brider Bill在烏石隊的數據 我認為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他下半季的表現 其實效率跟整體的單打能力已經進步很多了 球權提升更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明年代表藍網隊代表布魯克林去參加明星賽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Kem Thomas 當你從一個板凳球員變成有機會討論進入明星賽的球員的時候 那我認為那個進步幅度是很有可能拿下MIP的 我認為啦 單純以幹分能力來說的話 Kem Thomas絕對值得進入這個討論範圍內 可是不知道耶 我總是覺得有一股第六感告訴我 Kem Thomas很難進入這個討論範圍內 首先是球隊戰績的部分 就像你說的 藍網隊明年一定會是一個超級爛隊 那翻開過去 曾經拿過MIP的球員裡面 有幾年是真的由戰績爛到谷底的球員 去拿這個獎項 我不知道 OK 這是第一點 那再來 我認為Kem Thomas他並不是一個很討教練喜歡的人 因為事實上去年他在籃網就曾經一度場均27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就是一開始籃網在打比賽的時候 那時候Kem Thomas角出的表現跟神一樣 但後面為什麼他的球權被拔掉 為什麼他的上場時間不夠穩定 主要是因為他經常在場上做出一些令教練吐血的投籃選擇 有點類似Jordan Poole 所以如果你給他更多球權的情況下 我不認為這個會更好 說到這個我突然想到一個球員 Kem Thomas有點像是後衛版的 Julius Randall 我覺得不太一樣 Julius Randall的效率不差 而且他有帶領尼克打季后賽 尼克拿他當一哥的賽季東區第四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不太一樣 而且你被我調到囉 因為我最近剛好出了一部影片 就在講Julius Randall 就是在幫他洗白呀 所以剪輯師好不好 看在我的片這麼好剪的份上 幫我宣傳一下OK吧 I got you homie 講回Ken Thomas 我認為他要拿這個MIP的機率 真的是非常非常低 不是說我覺得他明年不會有球權 然後得分不會來個場均20幾分 但講回拿這個獎項的機率 我自己是認為偏低啦 那除了Ken Thomas以外 其實還有一位球員 是我非常看好 可以拿這個MIP的球員 你要不要猜一下是誰 只要是Ken開頭的 我現在就是直接手機劃起來 欸不是 你這樣子嚴重雙標欸 你自己講一個Ken開頭的球員 然後你跟我說 我不能說一個Ken開頭的球員 我跟你講這一部影片 只要再提到那個C開頭的球員 任何一個C開頭的 我就是自己的手機劃起來 那那你以為我不知道你要講誰喔 欸不是那那Ken康尼漢可不可以 活塞去年的戰績盪到谷底了呢 今年有沒有機會 你根本就康尼漢黑 你怎麼可能講Ken康尼漢 啊你說C不行啊 我試探性的問一下嘛 對不對 你到底要講誰 你到底要講誰 我當然是想要講我家的 Ken Winmore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 好吧給你10分鐘發揮了好不好 A few moments later 我知道大家不想要聽 我在吹捧 關於任何Ken Winmore的部分 那我就講一個 我認真覺得算是討論度非常低 但是很有機會拿的球員 那就是公牛隊的Josh Giddy 因為他之前在OKC 其實就是很明顯水土不服 不是說他沒有能力 而是他在場上能夠帶給OKC的 這些傳球視野啊 籃板球啊 都不是現在OKC最需要的東西 可是這個部分 轉移到公牛隊這邊 他們會不會需要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需要 但是這邊有一個X Factor 就是我前面聊過的 Lonzo Ball 假設Lonzo Ball明年能夠健康出賽 那麼Josh Giddy拿MIP的機率 就會大幅降低 但是如果Lonzo Ball不打 他又是打一場休五場 那麼我告訴你 我壓爆Josh Giddy 可是我覺得即便球權給到Josh Giddy 說真的我覺得Giddy 是一個很安全的選擇啦 畢竟他年輕嘛 公牛又準備要重建 看起來球權就是要給他沒錯 我覺得這些都很合理 但是你看了他在奧運的表現 澳洲隊有把球給他 你覺得他打出的表現 跟他在世界盃的表現 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覺得沒有 甚至還下滑了 那是不是代表這個球員 基本上不太會有什麼在球技上的進步 你跟我看的是同一個奧運嗎 大家看完奧運不是對Josh Giddy的表現 是一致好評的嗎 澳洲在什麼時候被淘汰 不是啊澳洲被淘汰 本來就是大家意料中的事啊 只是我說單就Josh Giddy個人表現 就跟明年也沒有人會去看好 公牛隊整體的表現吧 對我感覺Josh Giddy 個人就這個球員就是不會在進步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我在說 就是他有可能打出好的表現 然後把他之前那些數據重新找回來 我覺得這些都是事實 但是那就是找回來而已 可是MIP的定義應該要是進步 那他如果只是打出之前雷霆 給他球權之後的表現 你覺得評審們會把這個獎頒給他嗎 又不是什麼東山再起獎之類 要進步獎 那你覺得Josh Giddy的球技上 還會進步嗎 我不是為反對而反對 因為我覺得Josh Giddy 是一個很安全的選擇 很合理的選項 可是你還有Buzzerless要養 人家夏季人賽的跟神一樣 你如果要我選一個人餵球 我還寧可餵給Buzzerless是不是 那關於這個部分 我們到時候會再出一集 Rookie of the Year的討論 好不好 大家到時候再期待一下 那講回Josh Giddy啦 我認為Josh Giddy的機會 會是建立在 他明年是公路隊二把手的情況下 因為公路隊的一把手 很明顯會是ZACK LEVIN 所以等於是Kobe White 跟Josh Giddy之間的競爭啦 真的呢 公路隊的一哥是Kobe White 跟Josh Giddy之間的競爭 二哥二哥 一哥是ZACK LEVIN 你還沒有聽出你自己講錯什麼嗎 老哥 這個才是公路隊啊 你剛剛說的是公路隊 我講成公路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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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回來 傳回來 好 那Josh Giddy的天賦 我認為是高於Kobe White的 只是現階段 Kobe White所講錯的數據跟表現 是比較像公牛隊的二哥 那不知道各位認為 除了斑馬以外 誰是你心目中最佳的MIP人選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討論 那今天影片就先這樣子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